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任内军费已翻两番 李克强报告突出维稳 数百名清华校友联署 呼吁取消普京荣誉博士学位 徐州铁链女事件继续发酵 两名声援民众再传失联 台湾外长吴钊燮警示 习近平的所谓民族复兴与普京理念相同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星期一通报 中国本土确诊新冠病例214例 其中广东 吉林以及山东确诊病例最多 而上海的四个区域已经被列入中风险地区需要封闭式管理 武汉的一千多万居民上个星期五开始必须接受三次的核酸检测 以下是记者巧龙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本周一消息 过去一天新增327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4例本土病例 其中广东占最多 有69例包括东莞的50例和深圳的19例 另外 吉林本土有54例个案山东46例甘肃12例河北内蒙古江苏湖北及上海等均有个案 新冠疫情爆发地武汉居民杨小姐本周一告诉本台 自上周五起居民需要连续三次做核酸检测 她说 武汉全城常驻人口达一千多万 首次核酸检测已经完成 据当地居民上传到互联网的视频显示 众多男女老少在排队等候核酸检测 工作人员要求每10个人每一组集中检测 倘若样本有问题 10个人将被隔离重新检测 每次都是10个一组吗 她检查的就10个一组 如果有问题再把10个人 10个人不是她东西还在吗 再把这10个人的东西调出来 再看具体 在深圳 多个社区已经封闭管理 居民排队等候核酸筛查 在深圳来自武汉的张海 对本台说 当地每个社区居民都在接受核酸筛查 都在做核酸 你做了后它就会发一个那种纸贴礼 贴在身上的 我目前已经做了10人了 你不然的话 你到超市啊 或者城中城 你进都进不去 你连小区都进不来 所以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 这个气氛像是很紧张 本周日上海新增3例 其中徐汇区2例 浦东新区1例 不过该市宝山区的部分社区 也实施封闭式管理 宝山区某社区居民委员会 3月6日发出的告示明书 写到即日起实施14天的疫情闭环管理 单位将只保留一个进出口通道 其他通道暂时封闭 该通知还要求居民不出门户 不传播相关信息 在室内耐心等待等 据网络消息说 上海市政府上周六通知本地各国企下属酒店 要做好隔离店的准备 有网民说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也没征用国企下属酒店 可能此次疫情比较严重 熟悉疫情传播途径的张女士告诉本台 最近疫情在国内升温 跟疫苗保护力不足有关 她说 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向东 5日在北京介绍说 截至2021年 中国疫苗全程接种率已超过85% 2022年的2月底已超过87%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2022年的国防预算超过了14500亿元 同比增长了7.1% 也是自2019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军事专家则相信 为了配合中共二十大 解放军投放了大量的资源 用于改善军中待遇 并相信实际的军费要远高于对外公布的数字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中国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预算草案 当中国防预算开支总额1450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加7.1% 较去年增幅扩大0.3个百分点 也是自2019年来的最大增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 在工作报告中表示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全面深化练兵备战 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力 加快现代军事物流体系 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 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加强国防科技创新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 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 完成国防动员体制改革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 国防和军队建设 让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 台湾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颖又相信 中国的实际军费远高于实际公布的数字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推算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翻了两半 过去十年增加了106% 他引述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等 国际智库的分析 认为中国实际军费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 那里面很大一个区块是在用来做改善解放军的工资 照我的研究就是解放军的工资在习近平上任之后 到目前至少增加了75%左右 他增加的工资的幅度是越基层增加了越多 用前代指纹出枪杆子 那特别是近年是所谓的二十大 习近平要三连撞的时候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早前分析 中国解放军第三艘航空母舰最快今年下岁 新航母的战机会用电磁弹射起飞 苏子云则相信除了这艘航母 解放军战略核武打击能力快速增长 以及导弹发射工具增加 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密切注视 在2030年的时候 中国可能会有一千个弱黑核战略三角 也会更加的具有投射能力 包括爱东风41 也包含新的航母舰 那也包含可能是隐形的轰炸机 会对西方国家造成核平衡的改变 改变政治的结构 苏子云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为例 认为西方国家就是碍于俄罗斯的核威慑 而无法军事介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开幕 其中经济政策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 中国今年的GDP增长幅度将力保5.5%左右 而报告中的稳字竟然出现了80多次 除此之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警告说 中国不搞运动式的所谓降碳 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额增长5.5%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 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3%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财经系教授郑正炳 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中国在2021年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房地产 不止旧的案子还没解决 新案子一直爆出来 加上缺煤缺电生产原料 这是内部纯粹经济问题 外部问题美中持续对抗 全球疫情更加肆虐 加上国际间对中国无论是政治或是经济敌意 越来越强 这些因素加总 2021年中国经济开高走低 郑正炳进一步说明 在李克强所提的2022年工作报告版本里 没有把可能会出兵台湾这件事情考虑进去 他判断这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为随着俄罗斯陷入泥脑 越来越混沌不明 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力度加大 只有中国敢跟西方社会为敌 只有中国救得了俄罗斯 他说不能排除中俄合作 进一步升级 中国并没有直接支援到俄罗斯的战争 那这个李克强的报告可能要打个八折或五折 那如果真正介入战争的话 李克强这个报告大概要打两折或一折吧 对于报告中提到81次稳字 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兼总经理丁学文解读 中国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 是因为要维稳 对于俄务战争 丁学文认为战火怎么烧也不会烧到中国 所以中国求稳就好 欧洲美国亚洲会怕 但是中国不怕 中国利用此时休养升息 含5.5%压力不会太大 因为中国还有房地产 通货膨胀防疫等相关问题要解决 中国去年下半年多个地方 对高耗能产业寄出限电措施 大范围停产 冲击产业 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根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导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5日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 实现双坛目标必须立足国情 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叹 才紧急刹车 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 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到手 这不行 郑正炳分析在习近平提出双减后 各地方政府按照旨意推行减碳减煤 然而中国在贫穷县以下人口接近6亿 政策影响底层能源生计的获得 再加上全面禁止澳洲煤炭进口 中国去年下半年上演限电缺电缺煤 正如习近平所说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丁学文指出2022年气候变化是重要因素 加上战争发生石油大涨 大宗商品跟着水涨船高 能源价格飙高 旧能源退场不及 新能源上来不够 他说在这情况下 习近平说求稳 代表退场要退得稳一点 尽快加重再生能源的建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备受国际谴责之际 中国政府通过信息审查 屏蔽以及散布虚假消息的举动 引发舆论关注 上个星期五 国际残奥会主席 在北京东残奥会的开幕式演讲中 一段反战 支持和平的讲话 遭到央视的噤声 虽然当局极力回避 明确表态 但种种动作的背后 却透露了中国在俄乌危机中的立场 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3月4日在北京东残奥会的开幕式上 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打破数十年来 鲜少对政局表态的传统 至此开头时这么说 今晚我想我必须以和平的讯息展开演说 作为一个以包容为核心 庆祝多样性和拥抱差异的组织的领导人 我对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感到惊恐 21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 而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 可惜的是 这段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讲话 却遭到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降低音量 转播节目的口译员 也没有进行相议的中文翻译 手语翻译则是暂停的动作 彭博社披露 国际残奥会发言人在隔天就此表示 已经要求中国中央电视台做出解释 而中国官媒并没有提到讲话中 关于反战的相关内容 帕森斯在讲话的最后还大喊出和平一词 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 在美国奥克兰大学新闻系任教的苏乔尼就认为 中国正在操作一种两面手法 他以书面回复本台之评时就说 我请同事代读他的回复 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谴责入侵的表决中 投下弃权票 并且宣布给予乌克兰人道援助 强调中国将努力促成和平 但另一方面却又在国内将支持乌克兰反对战争的讯息消音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7日表示 中国愿意就乌克兰战争展开必要的斡旋 并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物资援助 这是中国首次表态愿意扮演俄乌调停的角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记者会上强调 中方始终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止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我们欢迎一切有利于乌克兰问题 政治解决的外交努力 支持俄乌双方通过对话谈判 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关切 有利于欧洲长治久安的政治解决之道 我们将继续为寻求和平 实现和平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不过中国人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也拒绝实施任何制裁 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有如剧中的红脸角色 但当局的官媒宣传和互联网舆论控制 却大刀阔斧 透露出另外一种态度 欧洲足球五大联赛中 英超和德甲分别在赛事中深渊乌克兰 消息发布不久之后 中国央视和视频网站爱奇艺 随即宣布停播相关比赛 在此之前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金星 透过微博发表反战与和平的贴文 随即遭到删除 中国五名历史学家 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公开信也被封杀 除了屏蔽审查之外 中国政府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 也多次引用俄国媒体新闻 并在互联网上塑造支持普京的舆论热度 美国纽约时报周一就指出 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俄罗斯有关 亲乌战争的宣传和谎言 官媒不禁何时就引用俄罗斯传媒报道 而且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帮助放大这些虚假的信息 苏乔宁就分析 在俄乌战争中确实看到 中国官媒不断推送亲俄的讯息 企图以北约扩张的说辞 合理化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 他写道 这样的为俄罗斯宣传 其实更深的用意 是在打击美国及西方同盟 强化中美之间越演越烈的零和博弈 以此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 以及反美情绪 纽约时报就指出 如果说中国官方想在 是否支持普京的问题上 保持模棱两可 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 却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聘姐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了十天 在新浪微博乌克兰社区 大多数的网民发表支持乌克兰 同情难民和批评俄罗斯的言论 而官方也没有采取删帖的行动 另外 清华大学200多位校友 联名要求取消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 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 本周一下午停止攻击 乌克兰主要城市综合外电报道 北京时间下午三时 俄罗斯停止攻击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主要城市 开放人道走廊 予以平民撤离 据联合国通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 除非乌克兰投降 否则不会停火 关注乌克兰局势的 媒体编辑宋扬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普京不会轻易放弃乌克兰 局势正在对俄国有利 他说 俄罗斯明显地调整了战略 以前那种假大空式的散电站 不再那个什么了 他现在开始地面进攻 而且稳定地推进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打 这种方式肯定是对他有利 因为毕竟乌克兰没有制空权 兵源又不足 宋扬认为 虽然乌克兰的军事实力不如俄罗斯 但是西方强大的支持 而且西方武器比俄罗斯先进两代 因此俄罗斯想全面赢得这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他说 俄罗斯赢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如果要是说乌克兰停战的话 我估计对于俄罗斯最好的结果 可能就是继续占有克里米亚 同时乌克兰不再谋求加油北约 也就是这样 不可能再有更好的结果 在讨论乌克兰局势的新浪微博乌克兰社区 力挺俄罗斯的言论开始减少 而关注乌克兰难民的网民增加 网民泽敬安全留言写道 乌克兰正在为正义和平自由所奋斗 泽连斯基先生也为此努力着支持乌克兰 支持泽连斯基先生荣耀归乌克兰 桌子大A上传一段视频还留言 俄罗斯开枪打伤示威的乌克兰民众 有网民回复当年兼营了多少东北妇女 另有人留言乌克兰加油 另外清华大学校有200多人发起联署呼吁 要求清华校方撤销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 理由是他发动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还称授予普京名誉博士学位 是清华大学的耻辱 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鲁南周一对本台说 普京派兵入侵乌克兰 试图侵吞盖国 清华大学校有发起的联署呼吁完全合理 他说 清华校友吴强支持校友要求取消普京名誉博士的学位 但他也支持校方向普京放置名人堂中 或者放在国际关系学院 他对本台说 我自己作为清华的校友 一方面我当然也支持 现在清华校友 关于取消普京博士学位的这么一个倡议 但是我个人也同时也支持普京作为清华校友 这样一种身份 或者说清华大学继续保留普京的名誉博士 甚至我还支持 在未来清华大学的国官学院 把普京的塑像给建立起来 我觉得这可能跟清华的定位 跟中俄关系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说明 2019年4月清华大学授予 普京名誉博士学位 已表彰他在维护世界和平 以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方面 做出的杰出贡献 但今年普京发动了清占乌克兰的战争 该联署信指出 普京发动过对车程克里米亚等战争 最近又悍然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 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谴责 关注乌克兰战场局势的吴强认为 俄军在乌克兰投入了几乎所有的军力 但耗尽了军事权力 他说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谈及乌克兰局势时 王毅指出中方愿继续为乌克兰两国劝和促谈发展建设性作用 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国际舆论紧盯俄乌开战的同时 也关注台海形势 星期一 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的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 另一方面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表示 普京一直强调重返前苏联时期的荣耀 而习近平也有类似的说法 台湾密切关注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 静静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两会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 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会像俄罗斯对乌克兰一样 对台湾采取行动以武力收回领土 中方如何看待两者一同 王毅回应表示 王毅宣称最根本的不同在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他说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 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 反复强调主权的原则 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损害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吴董有偶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7日在一场震灾乌克兰的记者会上 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 他表示很多人担心 乌克兰跟台湾发生类似的情况 这是台湾需要探索的问题 他提到全世界看到 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向欧洲扩张 俄罗斯总统普京 想要重返习日荣耀 我认为因为这样 有些欧洲国家置身于危险之中 习近平也有类似的说法 习近平也谈到了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而且不断发展中国的军事 吴钊燮强调 尤其中俄领导人 2月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 他们的合作和友谊是无限的 这对台湾来说非常值得关注 吴钊燮指出 台湾观察乌克兰事件的演变 关心并希望提供帮助 但与此同时也非常仔细地观察 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 他说台湾可能需要想出一个答案 但当然乌克兰的情况还在发展 目前无法往下定论 危险的是 中国领导人如果认为 西方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很弱 没有任何影响力 中国可能会把这当作一个积极的讯号 台湾和乌克兰没有邦交 却不另于伸出援手 台湾政府日前捐赠27顿医疗物资后 透过台湾外交部发起的募资行动 短短五天内 台湾人捐出超过1000万美金的善款 台湾外交部将从账户先提拨 350万美金给占据波兰的乌克兰人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当我看到不屈不牢的乌克兰政府与人民 在劣势之下仍然奋战不屑 我要打从心底说出 同样受到威权主义压迫的台湾人民 已经受到了鼓舞 在此一时刻 许多台湾人会跟我一样说 我是乌克兰人 吴钊燮表示 乌克兰的难民也分别到斯洛伐克 匈牙利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接下来台湾会规划 捐赠给这些国家的政府 由他们协助到达他们国家的乌克兰难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 公知媒体人邓飞通过网络实名举报 要求公安机关 对铁链女的婚姻合法性 进行立案调查 而两名此前因声援铁链女 而遭拘留的网友 拘报也再度被警方带走失联 一下是记者凯迪的报道 3月4号 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中 将董志明结婚证曝光的 前知名媒体人邓飞 通过微博实名举报 要求公安机关 对铁链女的婚姻合法性 进行立案审查 并公开处理决定 举报中 邓飞援引相关法律及各方质疑 提出在法律框架内 明确董志明和铁链女之间三个问题 包括两人婚姻登记是否有效 两人是否存在合法有效婚姻关系 以及铁链女是否属于董志明家家庭成员 此外 中国微博社群日前传出 曾到徐州封县声援铁链女的两名女志工之一 网名我能抱起120斤的女子 再次被徐州警方带走 并和外界失联 网友估计她在两会及三八妇女节期间 都要被迫在徐州度过 徐州铁链女事件自1月28号被中国自媒体曝光 当局先后发表5版调查报告 并公布处理部分低层官员 但民间质疑谴责声浪不解 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 中国公安部日前宣布 启动为期10个月的打拐专项行动 虽然目前俄乌战争爆发 转移部分舆论关注焦点 但在美国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认为 中国民众绝不会放弃 对铁链女事件关注和追责 总而言之 共产党根本不是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它是唯恐这件社会问题 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章 而引发整个中国 普通百姓对于社会公正 对中共执政等等一系列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中共要想让它过去 虽然不是说百分之百没可能 但是可能是不大 共产党你可能从网上去把它删掉 但是你永远无法 从人们的记忆当中 从人们脑子里把这件事情抹掉 即使在中国官方高调宣传的 北京冬奥会期间 铁链女事件依然是舆论关注焦点 陈光诚表示 虽然中国当局持续删帖抓人 但网友们还在持续追踪事件发展 谈到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行动 陈光诚认为方法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坚持努力 绝不放弃 就是说大家可以群策群力 各尽所能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法 只要能把这件事情 不断地向前推进 哪怕这件事情推进不了 类似的事情把它推进出来 让大家知道更多 比如说什么铁龙女之类的 现在也都被揭露出来 其他的一些情况 位于纽约的美国民间组织 中国副权执行长张金则认为 舆论对于铁链女事件的关注程度 有可能会因当前俄乌战争而被淡化 这个时候中共是最高兴的 大家转移一下 所以无论他们是引导这个焦点 就是支持俄罗斯 还是说他们自己要权衡自己的利益 怎么样来收放 反正就是他们收放就是自如的很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关注国际形势 我们关注乌克兰 但是也不要放过国内 也不要轻易地放弃在国内 正在受苦的这些人的关注 本周二是国际三八妇女节 美国纽约多个组织 包括中国民主党 基督徒公益联盟 人道中国和青年中国等 将共同在联合国总部外举办示威 表达两大诉求 一是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中国妇女儿童被拐卖走失和遭虐待问题 另外则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取消彭丽媛作为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 特使身份 张晶强调 希望国内知识分子和民间机构 此刻都能发挥各自影响力 从而持续关注铁链女遭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三八国际妇女爵前夕 中国导演胡学阳 在巴黎举行最新电影 SOS 也就是拯救我们的姐妹 首映活动 这部影片的第一制片人 作家严格林表示 铁链女是一个极致的体现 也是一种象征 以下是记者 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今天2022年3月7号 请各位来看 我的2021年12月25号 才完成的最新的影片 SOS 这既不是商业运作 也不是艺术探讨 这部电影 今天似乎都不承担这个责任 向世界紧急呼救 SOS的公益行为 中国导演胡学阳还说 在21世纪的今天 在自己的祖国 发生许州八个孩子的锁链母亲 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 而中国政府没有努力释放她 并追究剥削她的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她感到悲愤羞耻 于是她租下了巴黎的电影院 放映她拍摄从北朝鲜政治营中 偷渡到中国的朝鲜女子故事 以为抗议的一种方式 影片放映前的荧幕上 红色的海报浮出 被铁链锁侯警的女子形象 中法文字写着 启动全球紧急呼救 SOS 紧急呼救中国及世界 所有铁链锁侯的女人 诗人杨练强调 徐州风县铁链锐女事件 在自媒体上引起超过60亿的关注 像是一个无边的广场 这是一个不上街的天安门 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 最大的一次精神启蒙 SOS电影叙述90后年轻人华子 为给50年代初朝鲜战争中 失踪的爷爷平反回到老家 为隔天领奖而去法郎减法 却遇到卖淫的法郎女 因为失败过的感情 让她对这个没有嘲笑她的女子 一见钟情 没想到她是从北朝鲜 政治集中营偷渡到中国的朝鲜女子 等着要去韩国 无法自拔的华子 为了营救她 却揭发出一跨国人口买卖案 粗动复杂的又牵扯出 走私人体器官的贪腐案 影片中的北朝鲜女子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锁裂女 担任第一执行制片人的作家 尹戈林就说 铁裂女是一个极致的体现 它这么极致 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它还一而再再而三的 发现这样的类似的这种case 而且在今天的乌克兰 这些女人 这些女性的儿童 居然大陆有 这个中国居然有人说 把这些乌克兰漂亮的小姐姐 送到我这来吧 对吧 怎么样 你们要接受她怎么样 拿铁链扇起来吗 继续干这种事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母题 母题下面我们有 三个不同的 乌克兰也好 北韩也好 主演SOS的是内蒙古籍的哈图 她也回应 到处都有因拐卖人口 正在受难等待救援的铁链女 她说 看完电影的观众 反映极为热烈 有的认为 这是一部震撼性的电影 吴学阳则说 徐州奉献铁链女 这个事情不仅是一个个体 这是一个 深藏了很多年的 中国的一个顾及 这个事情 现在是暴露出来 所以我们拯救的 不是个铁链女 是拯救所有整个 中国乃至世界的 所有被铁链 锁铁铐 扣住的 所有的妇女的 这些悲惨的命运 我们要呼唤这个 包括北韩的女人 包括中国的女人 包括有可能 现在即将发生的 所谓的 他们一营的 说乌克兰的女人 嫁到中国来的 自由奥州电台记者 在林巴黎报道 中国近期的一份民调显示 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 希望全国两会 增加民生保障方面的 提案和议案 今年两会期间 不少涉及声誉 打拐和就业等领域的 建议和提案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本台记者嘉奥就此盘点了 其中的一些民生热点话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近期展开了 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 在受访的7万多人中 超过9成都是90后 7成以上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结果显示 几乎每一位受访者 都希望两会 增加民生保障方面的 议案和提案 近7成人关注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的发言内容 是否知民生 接地气 人民日报周一在TV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的 评论文章中说 今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民生稳 人心就稳 社会就稳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 不过 县区河北省的资深教育人士 谢明华认为 中国政府谈了很多年的民生问题 但收效不大 这几年 切身也能感受到 经济环境是越来越恶化 严重管控越来越严厉 人们的自由度是越来越少 这让人真的是接触不到现在 尽管如此 今年两会期间 有关民生保障方面的建议和提案 仍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惠州市宣传部部长 黄细花上周对媒体表示 他将在今年两会上提交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 他引述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说 去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 出生率为千分之7.52 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创下建国以来新低 黄细花为此提出多条建议 包括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发放育儿补贴 加快政策托举力度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等等 旅美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易富贤指出 黄细花可谓是全国人大代表中 对呼吁政府调整人口政策 做出最大贡献的人 而他们两人也是十多年的朋友 易富贤说 虽然全面放开生育 很难提高生育率 但这将标志着中国生育观念的质变 目前中国还是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一个触发点 就是人口是负担 全面放开生育的话 意味着人口不是负担了 那么紧格这个生育观念发生改变 一个多月来 徐州巴寒母亲事件 受到海南外各界持续关注 虽然地方各级政府 已发布了五份情况通报 不少民众仍然对此耿耿于怀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教授杨佳 日前就预防和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发布提案 建议加大拐卖妇女犯罪的打击力度 规范被拐妇女的救助安置程序等等 他表示 最终有60多位委员 联名提交了这份提案 在中国青年报近期做的同一份调查当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认为就业市场存在性别 学历等方面的歧视 让他们感到犯难 在不少招聘广告上 招聘单位对求职者的年龄 身材 学历 做出限制的现象 仍然屡见不鲜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日前建议政府尽快出台 反歧视就业法 对学历 性别 年龄 地域等就业歧视问题 做出规定 并严禁招聘单位 发布含有限定高效类型 和学历歧视的信息 人口学家易富贤说 就业歧视泛滥 与中国的育人理念有关 多年来 全国两会很难摆脱 橡皮图章的刻板形象 有批评人士说 两会代表并非直选产生 他们只是在为当局议员背书而已 不过 中国政府仍在竭力试图 呈现人民代表为人民的景象 中国国务院近期表示 他们去年办理了超过1.4万件 两会期间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 采纳了其中近三成 并出台了1600多项相关政策措施 人的代表和政协委员 对办理工作满意 或基本满意的均在98%以上 易富贤说 尽管他认为很多人都是被满意的 但据他对很多两会代表的了解 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比较称职的 有舆论认为 鉴于中共二十大将在下半年召开 今年两会将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寻求连任铺路 继续亚洲电台记者 加奥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州锁链女事件爆发后 引发全世界对中国女性生存状况的密切关注 现局美国的油管博主洛奇也公开谈论起自己的身世 他说自己的母亲也是来自云南的被拐妇女 洛奇的母亲张如兰已经于多年前与丈夫离婚 现在在温州的一家眼镜厂打工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前 本台记者唐佳杰与张如兰进行了长谈 他的悲惨经历让我们看到 锁链女在中国并不罕见 唐佳杰为此制作了三集特别节目 下面就请听第一集 被拐妇女的自白 我们这种买来的人 你好 先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呢 当时会从云南跟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到安徽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是云南大理人 我是六几年出生的 那时候电视都没有看的 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哥打架 我就一堵吃 我就说我走得远远的 那时候我才17岁 隔壁一个阿姨 她认识一个安徽人 她就叫我介绍给那个人 那时候我很小 我啥都不懂 一生气我就说去 越远越好 你住得这么偏远 这些人是怎么招亲到你们村的 一开始我老公的哥 在我们那里带个老婆回村 一家人都虐待他 打他 就把他吃成神经病了 吃成神经病了 然后我老公他哥就把他送回去了 就是送回云南之后 他亲哥 爸妈都带他去看嘛 看好了之后 他就觉得心里面就很难过嘛 他就跳河自杀了 自杀了之后 我老公他哥就在我们那里招亲 找了一个老妇女 有五个小孩 然后我老公就去 就去找他哥 就 别人就叫我介绍给他 招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给你们家多少钱 才帮你带走 从云南到安徽以后 生活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一别都不一样 我们云南是吃饭的 他们那里是吃馒头 但是刚去的时候 他馒头他都不给我吃 他就给我猴鼠吃 穿衣服 就是穿他妹妹穿生的 腊的 五个的 去到了安徽之后 一开始 白天就是他妹妹跟着我 上厕所也要跟着我 就是不给我自由 但是他也没打我 后来就生了我这个儿子 两个多月 他就开始就折磨我 就开始打我 就我把那两千块钱要回来 他说我 那两千块钱不要回来 你就不要下过 这个残忍的事 那这个我上哪里要吗 那时候又没有电话 他又不让我回出来 就这样一直打 打打 就是 就是他不开心就打 乱听之下 有些人可能会把张如兰的案例 视为中国传统的买办婚姻 但是在美国的人权组织 中国父权创始人张金告诉本台 这个案例是明显的拐骗妇女 他说买办婚姻跟拐骗拐卖拐买 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中骗的成分 张金提到 在云贵川拐卖重灾区的无数案例 都是利用贫困山区信息的不对等 前期诱骗 后期在以暴力虐待的控制方式 让这些妇女陷入难以逃脱的困境之中 以下是张如兰继续谈到 自己所经历的非人待遇 条件这么差 你想过逃走吗 没有生小孩的时候 就是说就认命吧 就只要他不打我 后来生了小孩之后 再打我都不走 有一次他拿那个鞋底 把我回身腿上那个背上 全都是那个钉钉的 都是纸的青的一块一块一块 都打成那个样 通常打你有什么原因吗 打你的时候其他家人在吗 他每次打我 他家人就会很高兴 他为了他妈跟他妹妹高兴 他家人越在旁边 他越要打 有一次他打我 我打不过他 我不敢还手嘛 还手会打得更厉害嘛 我就骂了他两罪 他爸就在我家门口推荐了 过来就把我头发拉过来踩在地上 把我打了一个星期都吃不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是你儿子打我的 他说他那错也是你的错 你那错也是你的错 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你是买来的人和取来的人一样吗 老爷爷就这样子说我 他老妈说就像你这种身份的人 不要想吃好也不要想穿好 只要不把你肉皮露出来 已经很细域了 他扎口闭口就是说我身份不一样 我老公一个妹妹 我到他家没有多少天 他跟他哥说 就是跟我老公说嘛 你把他挥起来 我把他裤子脱掉 看看能不能生小孩 他要不能生小孩 现在把他卖掉还能多卖几块钱 听到这种对你的歧视 说你就是该打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很痛苦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我要是走了 这两个小孩叫他教育的话 他都这么没数字没教牙 小孩肯定会废掉的 有一次他打我 把我打的都不行了 我就走了 我走了几个小时 我又回来了 我又捨不得小孩 生了两个儿子之后 对你在家里的地位 有什么变化吗 生我小儿子的时候 就差一个星期就要生了 他指着我头骂 他说 我先举告你 生下来女儿是没有鸡蛋吃的 如果生儿子 我会给你这个鸡蛋吃 就是生了两个小孩 就这么一点肉都没吃过 女人生产是很辛苦的 你连肉都没有得吃吗 我没结婚的时候 168斤 生了小孩之后 我瘦成了八十几斤 所以我小孩几天就上河里去洗衣服了 割草喂牛 自己开农油餐 做什么都要我带 都是我一个人 这是我儿子知道的 除了丈夫打你 家里还有其他人打你吗 他打的还没有 他老爸打的严重 嗯 怎么打呢 打的轻的就是几个耳光 重的就是拿柜子 要不拿鞋底 有一次他老爸打我那一次 莫名其妙就把我打成那个样了 他指着我骂 我没提起诉 我说是不是叫我的 他拿过来就骂吧 指着鼻子就骂很 拿贴着拿贴着话 一开始是打耳光 打耳光打多了 他可能手有点累了 就把我头发抓过来 就踩在脚下 一个脚踩着我头发 一个脚贴 后来我一个戏车都骑不来了 我家西边那个老奶奶 就是喂他 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打他 他说打错了 这个老奶奶就说 你知不知道他一个戏车都骑不来了 会死人的 他说 反正又没死 买来的 死了就死了呗 除了打骂之外 对你还有哪些其他的暴力行为 最叫我杀心的 就是说做结扎手术 他弟弟还是教育局里 敲我家的大门 就说哥你出来一下 我许想你肯定没有好事 你快点跑 就往下来抓那个 做结扎手术的 你一跑了 他们就把我嫂子抓走了就好了 后来就把我打来不能动了 说我跟别人跑了 赶快给我扎 扎干净一点 然后就把我打来不能动了 就把我挥起来 就那去做监狱手术 杀了手术台之后 我老公他弟弟 到计划手术那里就说 给他做干净一点 不能叫他再生小孩来 要再能生小孩 他会跑掉来 我做的最严重来 我做了之后 我这个腰都是走路都是弯着的 都是有一两个月都直不起来腰 嗯嗯 那时候你多大呢 26岁 以上是我与曾经被拐卖的云南妇女张如兰的访谈 明天将播出访谈的下半部分 张如兰将分享她在村里周围看到其他类似遭遇的云贵川姐妹 他们被拐 他们被拐 被骗 被卖 到当地之后 所遭受的 非人待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佳杰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 中国民间关注徐州受虐八孩母亲的力度没有减少 更以多种形式展现 最新传出 有天津美术学院的学生涂鸦创作声援受虐的锁链女 但不到一天的时间 涂鸦创意已经被地方政府涂黑抹灭 创作者的微博也遭到了封禁 另一方面 曾经赶赴徐州声援锁链女的志工 再次传出失联的消息 外界担忧可能他们已经被警方带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遭到国际社会严厉的制裁 俄国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联邦政府 7号通过对俄国 俄国企业以及公民 采取不友善举动的国家与地区名单 台湾也在榜上 相关话题已经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的第三名 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政府决议 所有俄罗斯企业与不友善国家的企业 以及个人签订商业协议 都需经过政府委员会的同意 俄国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则报道说 俄罗斯政府列出的不友善国家与地区 名单包括美国 欧盟成员国 瑞士 英国与加拿大等国 亚洲方面则包括了日本 新加坡 韩国和台湾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莲维良星期一表示 中国能源进口成本会因此上升 但整体可控 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严峻 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 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7号表示 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是中国近期防疫的总目标 但防疫除了医学科学 还有管理科学 避免盲目的一刀切 影响民众生活 也是防疫工作的一部分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